重大事件,重大事件,小胖熊他怀孕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经过一小时的开车,我们来到了医院 兄弟们,我现在和小胖熊已经来到了医院,走小胖熊,我现在带你进去,咱们赶紧先检查一下 嗯,好小乐 兄弟们,小胖熊现在已经进去做检查了,我的内心现在好紧张 不管了兄弟们,先坐在椅子上,等一下小胖熊 太好了兄弟们,小胖熊出来了,小胖熊,结果怎么样 小乐,医生说了,确实怀孕了 真的呀,小朋友,太好了,走,我现在带你去买一点营养品,给你补补 那小乐,我想吃糖醋排骨,你给我做行不行 当然没问题了,小朋友,走,我现在带你去超市买一点排骨,等会回家给你做 谢谢,你对我太好了,小乐,那这不是应该的吗 哎,谁在给你打电话呀,小朋友 是我爸,你先别说话,喂,爸,怎么了 我去啊,兄弟们,他爸怎么给他打电话了 我和小朋友领证的事,他爸还不知道呢 难道是有人告密啊,怎么会是小朋友啊 我爸知道咱们领证的事情了 他说今天就要来找我,然后让咱们去车站接他去 不会吧,小朋友 哎,算了,还是先去车站吧 行了,我爸马上就到了,你做好准备 有我在,你不要慌 嗯,好,小乐 等叔叔到了,咱们就把领证的事情给叔叔坦白一下,这样他就不会生气了 先等一下吧 希望能这样 换了一会 爸,你到了 叔叔好 臭丫头,你怎么回事呀 怎么不和我说声就跟别人领证了 给我过来 爸,你别拉我 那个叔叔,您听我解释 还解释什么呀 那现在事情已经发生了,您说怎么办 哼,小子,等你什么时候凑过二十万彩礼了,再来找我女儿吧